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中国在欧洲的最新动态 这一切都在2024年8月的激烈变化中展开 欧盟最近对中国电动车补贴展开调查 并意外调整税率 让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的关税大幅下降 这引发了贸易战的警告 中国则迅速做出反应 不仅报复性调查欧洲乳制品行业 还在世贸组织提出对欧盟关税的投诉 同时,欧盟对中国企业的法律行动也在升级 这一切都表明 欧洲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可能面临退缩的抉择 意大利总理最近访华 试图重启双边关系 但却遭遇谈判困难 而英国方面 则在检讨与中国的关系之际 却又不断加强经济合作 在半导体领域 德国获得了对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的补贴 这一举措被视为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战略行动 然而,数据显示 中国仍然在某些关键领域保持优势 最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引起了欧洲的高度关注 瑞典外长甚至呼吁对中国加强制裁 整个局势充满了挑战与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方面 中国的行动造成了对欧洲安全的担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8月的夏日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火愈演愈烈 这场风暴的中心是电动车关税的争端 欧盟宣布调查中国电动车的补贴政策 并意外地将中国制造的特斯拉关税从20%降至9% 这一决定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 而中国迅速采取了报复措施 中国宣布扩大调查欧洲保护主义政策 尤其是针对欧洲乳制品行业的补贴 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投诉 称这些关税不公平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伯雷尔 Joseph Borrell警告说 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 这场充满火药味的交锋在8月更加激烈 月初 欧盟对中国拥有的安保公司Nuctech 进行了突击搜查 这次行动引发了该公司的强烈抗议 然而 欧盟普通法院裁定搜查是合法的 这是欧盟在2023年推出的外国补贴法规下的第四次行使新权力 这一法规是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奥兽拉·冯德莱恩推动的 旨在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 Nuctech的抗议并未能改变这一结果 显示出欧盟在对抗不公平贸易方面的决心 然而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敌对 7月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Meloni 访问中国 承诺重启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访问发生在意大利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后 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然而 《环球时报》报道称 随着欧盟修订关税 意大利与中国在新汽车工厂的谈判进展不顺利 此外 英国的新工党政府正在全面审查英中关系 推迟了外国影响法的实施 以决定是否将中国纳入更严格的监管范围 外交大臣大卫 拉米 David Lammy 计划在9月访华 而私营部门中的中国快时尚巨头上 则宣布计划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事前在英国中部建设新仓库 英国首相基尔 斯塔默 Sir Keir Starmer 也在首次正式通话中告诉习近平 他希望英中之间进行开放 坦诚和诚实的对话 在半导体领域 欧盟批准了对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在德雷斯顿建设工厂的50亿欧元补贴 意图吸引芯片生产到欧洲 尽管欧洲官员避免将这一决定 直接与地缘政治挂钩 但他们提到风险降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根据南华早报的记者芬巴尔 博明汉 Finbar Birmingham的报道 荷兰芯片制造商ASML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制造设备数量 比中国向欧盟27各国家出口的电动车还多 同时 尽管美国对中国在新疆的行为表示担忧 欧洲从新疆的进口在7月却出现激增 显示出经济利益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人占据重要地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也牵动着欧洲和中国的关系 瑞典外长呼吁对中国实施新制裁 而即将上任的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Keya Kolas 和冯德莱恩之间的新领导团队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强硬 中国外交部则呼吁各方遵守不扩大战场、不升级战斗、不煽风点火的三项原则 以缓和局势 同时,中国承认其船只去年意外损坏了Belti Connector天然气管道 但这一说法仍受到西方的质疑 在网络安全领域 中国支持的网络犯罪集团Earth Baku正在扩大对欧洲的攻击 根据美国主要网络安全公司Scaler和谷歌的网络安全子公司Mandian的一份新报告 这一集团使用了一系列新工具 令欧洲对北京的安全威胁感到担忧 这一发现在次提醒世界 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影响力和风险不容忽视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与复杂 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方面 双方既有合作、也有冲突 欧盟的行动显示出其对于不公平贸易的强硬立场 而中国的反应则表明其不会轻易屈服 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 这场贸易战和外交博弈还将继续演变 未来的走向难以预料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补贴的调查 以及随后的贸易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具体来说 欧盟宣布修订税率将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电动车进口关税 从20%降至9% 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出人意料的 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 中国迅速回应 宣布扩大对欧洲保护主义的调查 特别针对欧洲乳制品行业 这场关于电动车关税的摩擦 让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和赛普、伯雷尔、Joseph Birrell 表示贸易战可能不可避免 除了上述报复性行动 中国还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对欧盟的关税提出了正式投诉 然而8月初 欧盟对中国拥有的安保公司NECTEC 进行了突击搜查 NECTEC提出抗议 但欧盟普通法院裁定 此次搜查是合法的 这次搜查 是欧盟在2023年外国补贴法规下的第四次行动 该法规旨在打击胁迫和不公平贸易 成为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Ersla von der Leyen的主要议程项目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 欧盟和中国刚刚在一个新框架内 启动了首次会谈 该框架旨在促进跨境工业数据的流动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梅洛尼在7月访华时 承诺要重启与中国的关系 此前 他在2023年将意大利撤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 在8月欧盟修订关税后 中共外事报纸《环球时报》报道称 与意大利的新汽车工厂谈判进展不顺利 此外 英国新工党政府正在全面审查英中关系 推迟实施外国影响法 以决定是否应将中国置于新制度的更严格级别 同时 外交大臣大卫 拉米 David Lemmy 宣布他打算在9月访华 在私营部门 中国快时尚巨头Shan宣布 计划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 在英国中部建设新仓库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Sir Keir、Starmer 还在与习近平的首次正式通话中强调 希望英中之间进行 开放、坦诚和诚实的 对话 在半导体领域 欧盟批准了德国对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在德雷斯顿建设工厂的50亿欧元补贴 以吸引芯片生产到欧洲 虽然欧盟领导人 避免将这一决定框架为地缘政治 但台湾和欧洲官员都提到 风险降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荷兰芯片制造商ASML 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制造设备 比中国向所有27个欧盟国家出口的电动车还多 此外 尽管美国对维吾尔族的持续种族灭绝表示担忧 但根据8月的数据 欧洲从新疆的进口在7月激增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双重用途支持 仍然在欧洲的议程上 瑞典外长呼吁对中国实施新制裁 即将上任的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的 卡亚、卡拉斯、Keya-Kolas 和冯德莱恩之间的新领导团队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强硬 对于乌克兰的库尔斯克攻势 中国外交部呼吁 各方遵守三项原则 以缓和局势 即不扩大战场 不升级战斗 不煽风点火 同时 中国承认其船只去年意外损坏了 Belti Connector天然气管道 但西方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 美国主要网络安全公司 Ailer和谷歌的网络安全子公司 Mandiant的新报告发现 中国支持的网络犯罪集团 Earth Barco正扩大对欧洲的攻击 这增加了北京作为大陆安全威胁的担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这次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补贴调查 以及降低特斯拉关税 简直就是一场笑话 欧盟想要在这场贸易战中占上风 但事实上 他们自己内部都矛盾重重 欧洲的乳制品行业 现在也面临中国的报复性调查 这下可好 奶酪战争即将打响了 看看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 当时为了羊毛 现在我们为了奶酪和电动车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楚天书 你这话真是简单粗暴 欧盟的行动是有战略考量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电动车的市场份额 还在于保护本国企业和劳动力 你以为我们现在是在打奶酪战争吗 这可是现代版的贸易战 跟中世纪的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说了 为了能源安全和技术自主 欧洲必须这么做 就像马歇尔计划一样 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 谢奇奇 我看你是被欧盟的官僚主义洗脑了 你提到马歇尔计划 当时可是美国给欧洲送钱 不是欧洲自己掏钱补贴企业 现在欧盟补贴TSMC建厂50亿欧元 这钱从哪里来 从纳税人兜里来 结果是欧洲的纳税人为了跟中国竞争 自己掏钱掏腰包 这样搞下去 欧洲的经济还不被拖垮 哦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倒是有点道理 但别忘了 中国也在补贴自己的电动车企业 这可是违反WTO规则的 欧洲的补贴至少是公开透明的 没有偷偷摸摸 再说了 纳税人的钱是用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的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你难道希望欧洲的产业全部被中国企业吞并吗 那我们还要什么经济自主 这可不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扩张 而是现代经济实力的较量 谢琪琪 你说的好像中国在偷偷补贴企业 可事实上 中国的补贴政策是公开的 而且中国也在WTO提出了投诉 再说了 欧盟这样一边补贴TSMC 一边又限制中国的技术出口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薛西斯一样 自己设置障碍 然后又想通过 欧洲这样的政策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再加上俄乌战争 经济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楚天说 你这说法真是把事情简单化了 欧洲需要的是长期的经济战略 而不是短期的利益冲突 你提到的希腊神话 还有谁记得薛西斯是怎么失败的 因为他低估了对手 欧洲现在做的是未雨绸缪 不想在未来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 至于俄乌战争 这是另外一回事 欧洲有足够的实力和盟友应对 长远来看 欧洲的策略是希望建立更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 而不是被动挨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